那我们知道三垂线定理里面呢有三组垂线 那如果已知两组可以得到第三组垂线 那我们帮同学复习一下 第一组呢从题目上面所说的应该是PB跟BC要是垂直的 而第二组垂线呢是BC跟L是垂直的 有了这两个条件之后就可以推论 PC应该会跟L也是垂直的了 那我们就来证明看看吧 首先呢我们在直线L上面找一个易于C点的一个点 叫做D点 然后我们去连接我们的PD直线 以及我们的PD直线 那这时候同学就可以去注意到咯 因为直线PB跟平面是垂直的 而我们之前说过一旦直线跟平面垂直 那么在平面上面所有通过垂直的直线都会跟这条直线是垂直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PB跟BC是垂直的 而且PB跟BD也是垂直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两个基本的直角三角形 就是PBC以及PBD这两个直角三角形 此外呢在平面上面 因为题目已经告诉我BC跟L是垂直的 所以在平面上面的BCD它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了 那有了这三个直角三角形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B式定理继续往下去做证明咯 首先呢在直角三角形PBC里面 PC呢是斜边 所以PC平方可以等于PB再加上PC平方 而在直角三角形PBD里面 PD也是斜边 所以我们可以把PD平方写成PB再加上BD的平方和 而最后底面的部分 而底面这个三角形呢 BD是我们的斜边 可以转换成BD平方可以等于BC平方再加上CD平方 那因为我们最后想要知道PC跟L到底有没有垂直 所以我们想要找的是PCD这个三角形 如果能够证明这个地方是直角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PC跟L是垂直的了 那在这里呢我们从PD去做出发好了 就这边的第二个式子 我们照第二个式子把它照写下来 好这里有PB平方 在第一个式子里面也有PB平方 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掉 所以把PB平方可以换成PC平方 再减掉BC平方 而这里的BD平方在第三个式子里面也有 所以我们可以把PD平方呢 也把它替换成BC平方再加上CD平方 而这里的减BC平方再加上BC平方 刚好可以消掉 得到了PC平方再加上CD平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PD的平方会等于PC平方再加上CD平方 那不正好就是必是定理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的角PCD 它一定就是一个直角了 那就可以顺利的得到我们三垂线最后的一个结论 PC跟L它一定会是垂直的了 而关于三垂线逆定理的证明呢 这个部分我想留给同学慢慢去试试看 那一样给同学几个提示哦 我们已知的是PB跟BC是垂直的 以及绿色的PC跟L是垂直的 那在这里面呢 一样在L上面找一个易于C的点低点 那一样会发生一个直角三角形 再利用B式定理慢慢的去做推导 就可以去证明到 我们的BC跟红色的L也是垂直的咯 这个就交给同学去试试看了 我们就给我们公开卖行台队 台队 中文字幕叫做励热 我们又不懂